一对华裔精英夫妻都是大学讲师 相爱组织家庭有了孩子 活成了移民心中的典范 但却是因为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 导致两人感情深变 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妻子狠心分居,提了离婚 这下丈夫怒了 居然首吃菜刀来到孩子学校门口 当街狂砍妻子十多刀 停下来救我 胸部颈部背部被砍得鲜血淋淋的妻子 苦苦哀求 幸好路人出手了 夫妻俩都是国内公民 2004年认识 2006年在英国结婚 55岁的张博士是一名计算机系的讲师 并且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后资格 52岁的妻子萧女士也是讲师 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 检察官说 就婚姻而言他并不总是幸福的 当时如果没有路人的干预 被告很有可能就杀了他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未遂 而辩护律师说 张博士在事发当天头部受伤 对这些事情没有记忆 并说他无意也永远不会有意杀死萧女士 不知道审判团最后的决定 但是我想说 携手共度那么多年 爱的结晶也有了 两人也算是奋斗出头在大学里任教 没必要再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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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